私有小朋友精彩的舞蹈 带动佳节欢乐气氛 马来西亚实际笨真联络处 举办两场随末发放 邀请一百多位照顾户 回家团圆围炉 曾经大病一场的照顾户李茂成 以加入环保志工来回馈这份爱 卖菜的时候就看到 这个培勤学校有做环保 所以我心里想 我很想要当这个志工 助学生家长李梅玉 也走入慈激大家庭 反转手心成为呵护别人的人 去年2018年开始 培训成为慈激志工 是因为师兄师姐的爱心 希望大家也像我一样 能够伸出自己的爱心 伸出自己的手 古来的志工一大早 也在为岁末发放准备餐点 我眼睛不好 我怕割到手不了 患有眼疾 势力受到影响的张求荣 把握行善机会 尽量啊 有可能有一天 做了这些意固 我眼睛会慢慢好起来 我觉得心里好像 很充满就对了 用心就是专业 色香味俱全的菜色 37位照顾户 感受到满满的心意 也带着全球慈激人的祝福 期许新的一年更美好 大约新闻真上的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